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3年10月18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根据天眼查,APP显示,10月17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三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2.3亿元 执行法院为云福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截止到现在啊,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存在53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535亿元 这个真的是叫狮子多了不养,债多了不愁啊,这500多亿没有办法去执行啊,就是找不到可执行财产 我们再看看这个碧桂圆,碧桂圆是一直在苦苦支撑呢,支撑了两年了,现在什么情况呢 10月18日,有投资人表示啊,任未收到碧桂圆6.15%的N2025-0917的票息 该支票据的利息即将到支付宽限期的最后实现 就这个票据啊,应该是9月17号就要付这个利息 因为9月17号付不了,那么他就延迟一个月,宽限期一个月嘛 那就10月17号,结果到现在啊,这个投资人表示啊 还没有收到这个票息,那不就是爆雷了吗,没有办法兑付啊 对于是否支付该笔票息 碧桂圆表示,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 公司的销售额持续成压,如此前公告提及 公司预期无法如期履行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义务 希望通过寻求整体方案来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 集团保持持续经营,才可以最大程度恢复各方价值 目前,公司已聘请专业法律顾问、财务顾问 协助评估本公司的资本结构及流动性状况 努力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推进解决方案 并将事实与各界进行沟通最大程度 保障所有利益相关犯的权益 这下面说的都是官样文章啊,就是客套化了 实际上碧果园已经爆垒了,我记得他在两个月前实际上已经爆了 后来也是一比一点几亿的这个利息付不起 后来在宽限机到的时候,他不是利息付上了 然后又拖了一个月再报 现在不付了,这个真的是不知道比股员怎么想的 其实像上一笔他就可以不付了 就是宣布爆垒就完了 你至少还有一个多亿 你还可以用来保交楼 你把那一个多亿付了 对吧,现在终于付不了了 躺平了,爆垒 没办法兑付嘛 他自己说了 公司预期啊,无法如期履行所有境外债务款限的偿付义务 没有钱兑付了 我记得当初说比股员爆垒 还有人在抬杠 说还有宽限期 一个月宽限期 一个企业啊,比股员这么大一企业 它是要脸的 这种企业 你稍微有个风吹草动 不例如他的形象 不例如他融资的 他一定要装出自己很有钱 所以比股员以前一直在绣钱包啊 我想一直关注咱们频道的 应该有印象 怎么每次都说比股员是在绣肌肉 绣钱包 他越绣肌肉越绣钱包 越说明他缺 资金紧张 他到最后他装不下去了 他没办法再绣了 他只能不付了 但是不知道出什么原因啊 他又把那个一个月以后啊 把那个利息给还上了 很多人以为啊 你看比股员没有爆雷 一个企业昏到这份上了 利息都还不上了 还宽限一个月 这不就宣布已经爆雷了吗 因为他这一个月 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善啊 他能融到钱吗 他能把房子卖出去吗 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彻底的啊 宣布没钱付了 很多人对这个不懂 喜欢抬杠 现在明白了吧 比股员爆雷了 心服口服了吧 第二个呢 我看老有人问啊 其实我在节目里一直在讲 老有人问 现在还有人问 我再讲一遍 这个比股员爆雷啊 他的影响 他的这个面对的困难 比恒大要大 理由很简单 恒大只有100多个项目 180多个项目 具体都会不记得 反正就是100多个 比股员有3000多个项目 这是什么体量 恒大的项目 大部分都在二三线城市 或者一线城市 就是他的城市的这个能级啊 稍微高了没点 比股员呢 60%的项目 是在县城 你说县城的房子卖给谁家 比股员即便在二线 三线城市有房 有项目 那也在远郊 位置不会太好 所以比股员这项目 现在面临的就是 你就是把它保教楼了 它卖给谁呢 卖不掉 你所有的保教楼的资金 就会沉淀在这项目上 你拿不回来 谁出钱呢 谁出钱谁倒霉 所以比股员的保教楼的难度 比恒大要大 恒大虽然窟窿大一点 但是好歹 它那个房子 如果盖好之后 它相比较 比股员的房子 恐怕也好卖一点 反正都不好卖 但是恒大可能相对好卖一点 比股员不光是 境外债对付不了啊 现在晚上也创业啊 比股员地产集团商票 已经大面积预期 就商票也对付不了 商票一旦预期啊 后面警戒而来的 就是很多项目要停工 就是供应商 材料商或者是成千商 拿着商票对付不了 它还会干活吗 干不了了 不能再垫钱了 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 工地恐怕要么就缺材料 要么缺干活的人 不得不停工 有多少业主啊 没办法按时受访 有多少施工单位 要破展清算 更多的这个 供应链商业有企业 有大量的人要下岗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啊 说家招业集团 尚未就重组条款 达成最终协议 家招业集团在港交所公告 过去数月 债权人 小组及其顾问 与公司及其顾问紧密合作 对集团的财务和运营状况 进行了深入的禁止调查 公司意义相应 积极回应了一系列的禁止调查问题 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文件 档案和证据 各方交换了一些初步重组方案 迄今尚未达成最终协议 集团将尽最大努力 确保物业交付于各方者 截至目前 尽管公司与债权人小组之间 尚未就重组条款 达成最终协议 双方将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 以在窃视可行情况下 尽快落实重组方案的调控 这个重组啊 没那么容易谈成 可能谈的时间很长 重组就是大家坐在一起 民事主体啊 大家都平等的 协商 它不是法院裁决 那你协商的话 这就比较麻烦了 谁让步呢 最终恐怕是协商不成啊 就走破传冲整这条路 恒大 碧桂园 加招业 都是民企 现在现状困境 好理解 但是央企啊 也开始麻烦不断了 央企房地产公司 首先一个啊 这个保利 大概在合肥一个项目吧 叫保利时光年业主啊 他投诉 他向这个住建部门投诉 说这个开发商欺诈 实际上就是投诉保利欺诈 他这么说的啊 他说本人于去年购房 保利时光年 开发商捆板销售 房屋只有地基 就打电话说 装修材料涨价 承诺送车位券 但是开发商 并未告知车位券 有时间限制 没有尽到风险高知义务 属于变相欺诈 我们小区业主 也去售楼部协商 解决 但是开发商 置之不理 拒绝协商 希望领导能够为我们做主 为我们广大的业主 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这个肥西线的住建部门 回复啊 说你好 你在人民网留言 反映保利时光年项目 开发企业捆板销售等问题 肥西线回复如下 经查 您与该项目开发企业签订邮 升级装修合同 对升级装修费用 标准及验收等相关事项进来约定 暂未发现开发企业 存在强制捆板销售情况 您反映的车位抵用券 所载带 使用虚中中 已经明确注明 截止日期 暂未发现存在情况 今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告知您相关情况 如果你还有不清楚地方 请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 业主啊 吃个哑巴亏 对吧 这个装修的时候 突然涨价 然后说送这个车位券 结果后面还有日期限制 被套路了 现在有业主穿严啊 说该项目 开发商要卖大门 开发商把大门两边的建筑 当做商铺 有的那个小区大门啊 两边不有类似穿搭使用的 或者什么 反正那个建筑够大嘛 以前是用作别的用途的 现在呢 它都当做商铺卖掉 引发业主的强烈不满 合肥的新项目啊 纷纷大门升级 门楼也好看呢 那小区的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结果保利啊 反其道是新知 大门边上开了很多小卖部 档次一下就下去了 这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保利啊 也很难 现金流不那么宽 现在各个地方一说打折 反正都有保利 你说惠州是不是保利啊 武汉也是保利 哪一说打折都是保利 当然不能说都是保利 就是保利现在 也是急如要把房子卖掉 实际上项目太多啊 项目越多 这个时候压力越大 说到卖项目啊 这个还有一个更大的卖项目 这个央企啊 还是央企开始卖自产 10月17号 中国经贸28亿元 出售北京 威斯汀大饭店 这个饭店啊 我以前经常去 就在金融街 大家知道啊 要去证监会办事了 还有一些去那个什么 旁边有联通啊 还有移动总部 联通总部 这个很多券商的总部 都在那附近 反正你要做跟资本相关的业务 10189要去那酒店住 北京威斯汀大饭店 那里面自助餐啊 还是不错的 档次非常高 在金融街嘛 他那个饭店啊 接受接待过啊 很多这个外国元首啊 以及这个政要 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 奥巴马 叫米歇尔奥巴马 你说那个饭店 根本就不愁这个没人住啊 应该是个现金奶流啊 这个央企经贸啊 至少拿了15年了 现在28亿万春卖 大家知道啊 一般的这个企业卖资产 就像过去那个卖儿卖女一样的 那就混的不行了嘛 家道中落嘛 缺钱 一般的两种情况啊 就是一种就是 他这个涨的太快了 赚的太多 赶紧把它卖掉 落袋为安 对吧 这是一种嘛 这种也有 但是少 更多的是企业发展遇到问题 现金流有问题 只好断尾求生啊 断臂求生 把这个家里有 这个好的资产拿出来卖掉 回来现金 解决困难 这个经贸 大家都知道吧 央企 他应该在上海搞了好几个地标吧 地标建筑 这些咱们不能乱说啊 说他马上就不行了 但是他卖资产 一般的说明他现金流有问题 你还再加上远洋 对吧 他已经报了 经地呢 古债双杀 董事长 激流永退 经贸 对吧 现在卖这个北京威斯丁 大酒店 这些都是央国企啊 这些引人猜测的各种传闻呢 这标志着啊 这房地产爆雷这个火啊 在万央国企蔓延呢 马上就要烧过去了 只是先把哪一家烧倒 这不好说 对吧 是什么时候烧倒也不好说 总之火啊 已经本来是有隔离墙的 这隔离墙啊 也没用 所以咱们这节目一直说啊 不是说你多厉害 对吧 你都会算 能掐会算 说你对房地产这里面 特别明白 不需要这样子 你就知道他韭菜不买房 这肯定要出问题 韭菜为什么不买房呢 因为韭菜收入不行啊 韭菜就担心要猜员啊 降薪啊 然后最主要是那个房子他不涨价啊 买了就涨 那很多人愿意去买 买了他不涨 说不定还跌 那谁愿意买 买完之后不就套住了吗 说不定最后几年白忙货 最后你还欠银行钱 半生啊 白忙了 给银行打工了 所以韭菜不买房 你只要韭菜不买房 他房子卖给谁呢 房子卖不掉哪个企业都扛不住 这个国外的评级机构啊 惠玉下调部分央国企房企的评级 央国企就惠玉下调了保利发展 万科的评级 均由币币币加调为三个币 下调理由是销售可能小幅下降 会削弱保利万科在去杠杆方面所做的努力 你看惠玉他也认为是销售减弱导致的 所以他下调这个保利万科啊 他的评级 这就说明这个资金压力 这个房企暴雷 房地产低迷这个火啊 还是向央国企蔓延 没有暴雷的这些民营房企 恐怕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看看这个10月18号 国新办举行前三季度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关于这个房地产恢复情况 为何不及预期 国家统计局回应 对于近期受到了广泛关注的 房地产市场问题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运 这个名字好啊 盛来运 在回答封面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房地产行业出台了一系列 稳定房地产的优化政策 房地产的优化政策作用 正在持续释放 对于房地产恢复情况 不及预期的看法 盛来运表示 政策的发挥要有个过程 毕竟房地产总体上处在一个调整阶段 所以后期还是要抓好政策落实 国家统计局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1%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8万4806万平方米 就是8.48亿平方米 同比下降7.5% 商品房销售额8.9亿元 是8.9万亿元了 下降4.6% 从政策实施的初步情况来看 积极效应还是有的 盛来院指出 说房地产投资在继续下降 但是降幅是在收窄的 另外从9月份一些数据 简单来测算看 环比是在改善的 比如商品房销售面积 9月是负的10.2% 但比8月份改善了两个百分点 还有房地产开发投资 9月是负的11.8% 8月是负的10.8% 房地产新开户面积 9月降幅也是收窄的 而且是大幅收窄 另外还有个数据说 9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 交易量的数据 新房和二十房合计数据在9月当月转正 环比增长2.8% 从4月以来 在连续5个月下降后首次转正 这个房地产显然不及预期 这个统计局也给出了一些解释 但是这个解释好像也说不清 他是从里面找两个数据 说这个还是有改善 然后呢 就政策的发挥效果需要有一段时间 咱们还得往后看一看 因为这个房地产 拖累了经济 所以这个统计局啊 他不打算公布房地产 不是不打算 就把房地产剔除掉 你要混在一起的话 因为房地产的占比大 然后它下降的还多 所以把房地产 给大家一混在一起的时候发现 总之就是一个酱 涨的也被带酱了 所以说准备把房地产剔出去 搞一个不含房地产的 这么一个指标 所以说今天上午这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就很有意思了 首次公布 剔除地产开发投资后的民间投资 同比增速这一指标 这一指标剔除之后有什么威力呢 9月份啊 不剔除的指标是负的 0.6% 那就整个的民间投资是下降的 把这房地产剔除之后呢 就变成增长9.1% 你看看 说明房地产开发投资 对民间投资指标影响非常大 把这个剔除掉之后 不含房地产那民间投资是9.1% 这9.1%什么东西啊 就是制造业啊 对吧 其他的行业 非房地产行业 你要把房地产出掉之后 你发现非房地产行业 这个增长还是可以的 9%几 从侧面也证明了 这个经济是被房地产拖累的 房地产不及预期 导致整个经济也没有达到预期 其实除了房地产之外 其他的行业 还是马马虎虎啊 还是可以的 这个深蓝运还说啊 他说啊 房地产持续高质量发展 还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 我们现在还处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所以城镇化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 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这就意味着我们 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还是较大的 另外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干 我们的房子虽然总量已经达到400亿平方米左右 但是结构上看中小户型偏多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住房改善需求潜力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从这些基本面来看 我们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发展 仍然有坚实的支撑 所以不能说房地产一调整 大家就没有底 这是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 我觉得啊 这个国家统计局富俊然生来运呢 他讲的这段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只要经济发展了 大家收入上去了 实际上房地产这个还是有增长空间 这没毛病 比如说城城化 现在城城化那些房子 难道就一直那样吗 他很多都要 还要升级 还要改造 有的年限已经到了 觉得特导重来重盖 对吧 这个现在小户型偏多 那谁愿意住那么小的呢 你只要钱够了 对吧 大家收入一上去都想住大房子 小户型就不能满足需求了 大家要改善 所以这个房地产呢 实际上 他不会真的变成一个说不重要的行业 西洋行业 不会的 前提是 他要跟你的经济发展要匹配 尤其是跟这个大家的收入啊 要匹配 每个人收入涨了 收入提高了 每个人的住房的要求就会变高 这个需求又出来了 那开发商就能满足这种需求 所以一定是先 对吧 经济发展就是先韭菜收入要提高 最起码是韭菜的对未来预期要变好 大家信心越来越足 最后啊 大家再看看小视频啊 这个视频啊 我在网上看到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是在标的是在悉尼的留学生 发的这么一个视频 从这视频内容看啊 似乎这个有争议啊 大家先看这个视频 哈利哈子远啊 兄弟 我乐乐 今天教大家三种在悉尼做火车 免费做火车的技术问题 一种 你看啊 哎呀 比较成功员顶重 看这里头找到最大的 咱们听那事都这么干啊 第二种 OK 打开手机 打开这个 Apple配啊 干这么刷是好死的 你点到这个哎 看着没 这个手机刷不了了 哎那怎么办 直接就跟程务员讲啊 说这个 哎呀 不好意思 我这手机卡包着了 哎呀 我要回家呀 怎么办 人就会给你放行的 第三种重头戏来了 看看啊 调到好死的这个 直接调到能刷卡着 哎 哎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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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了 都好哎 你点 不出去 OK啊 第四种 就是直接从那个后门进出 这个小门啊 咱 目前牛汤有三仇有 剩下站有待各位必有发觉 好OK今天技术提示 用这个开门见山乌鸦坐飞机 它条件比较苛刻 你不能在大站使用 这个装傻重用 你得装的比较无骨 一般情况不建议使用 这个Type-A Type-Off 它是万能解 就容易扣费 第四种只有这两个站 或者是开放式站台可以使用 这两个年轻人 他拍这个视频 介绍怎么样免费的坐地铁 几种方式 因为不知道这个视频前因后果 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但是给人感觉这个是不好 如果只是录这个视频 显示自己知道的多 这个也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是录这个视频 真的他平时就这么逃票 这个还是要不得 而且这个视频传播 真的如果在悉尼的 这个中国的留学生看了 真的也去学习 也这么逃票 那不就不说丢中国人脸吧 自己也很危险的 丢自己的脸呢 对吧 这个万一抓住了 如果真的是逃票啊 那你说跟那个 咱们前一阵子说河南 那农民 这是捡玉米 捡环豆 变成抢环豆了 抢玉米 那个 迷迪音乐节啊 南洋的迷迪音乐节 本来是捡垃圾 变成捡人家帐篷 捡电脑 这就没区别了 关键你是留学生啊 你的素质肯定比老头老太太要强啊 才对啊 这年轻人是代表未来 代表希望啊 老头老太太你说占点便宜 咱们都能容忍 睁着眼闭着眼 反正他们 对吧 反正老了 你这年轻人如果这样 那你就感觉中国人就没智了 这里也说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啊 非常淡薄 你拿规则约束中国人挺难的 他一定会把你规则搞得千疮百孔 你说咱们这个资本市场规则多不多啊 都有 但是你说能不能人就做那个规则 漏洞 你有什么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想啊 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 华人 比如说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那外国人他是脑子笨吗 他是不知道这些漏洞吗 还是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漏洞 还是他打意识的就没有这个 想占便宜 对吧 占这种便宜的这种想法 我不清楚啊 还是他们就不可能发现这种漏洞 还是说他们能发现这漏洞 但是他不愿意利用 这个值得思考啊 据说美国的宪法漏洞也很多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什么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